大清朝亡了一百多年,为何还有人守皇陵?他们是什么人? 在1912年2月12日,随着最后一位清朝皇帝溥仪的退位,清朝宣告结束,惊人的是,尽管自那时起已于百年,仍有人默默地保护着清朝的皇家陵墓。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国内民众都很震惊,纷纷猜想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金银财宝,还是有什么奇闻传说。 一事之间,有许多人暗中上门调查,但都没什么靠谱的答案,直到守灵人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大家才恍然大悟,直呼,要是我有机会。 也愿意当守灵人。那么,守灵人到底为何坚守到现在,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历史。 古时的稳定工作 为了预防灵墓被盗,古代的皇家和贵族通常会委派一群忠诚的人士负责看守灵园。 守灵者不得不远离家乡,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还要忍受不公待遇。 因此,各个朝代为了确保守灵者的忠诚与努力,都会给予他们丰厚的报酬和生活保障。 例如,在唐朝,守灵者每年能获得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布匹和蔬菜。 宋朝设立了长期和临时守墓的职位,长期守墓者每年获得实施粮食, 临时巡视者每次获得衣食粮食。 到了明朝,守灵者除了粮食外,还能免税并在节日获得银币奖励。 清朝时期,守灵者的待遇达到了顶峰。 守灵者必须选自满洲八旗,朝廷不仅提供充足的俸禄,还授予官衔和土地。 例如,守灵大臣的年俸高达一千三百两白银,相当于三品文官的收入。 即便是普通的守灵士兵,每年也有二十四两白银和充足的粮食,远高于当时的普通民众。 守灵者的职位甚至可以传给后代,清朝在灵区周边特意建造住宅,供他们居住。 他们白天守职,晚上则享受闲暇时光,如园艺等生活十分惬意。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份铁饭碗也逐步消失。 清东陵 清东陵是清王朝皇室的陵墓,在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其余的妃子和公主的陵墓若干。 人们第一次听到清东陵,可能是因为一部电视剧《东陵大盗》。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军阀孙殿英盗取清东陵里面慈禧太后陵墓的故事。 也因为孙殿英的所作所为,东陵被盗一世,在一夜之间就震惊了世界,也让这段传奇的盗宝经历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那么,清东陵究竟是怎样一座陵墓呢? 作为清王朝最重要的皇家陵墓,从公元前1661年开始,顺治皇帝就将就开始了清东陵的建设,一直到最后慈禧太后的定东陵结束,清东陵的建设一共延续了二百四十多年。 要知道,清王朝的整个历史也不过三百年,可以说清东陵的历史几乎就相当于清王朝的历史。 清东陵位于河北唐山的宗化室,在这座陵墓中埋藏着顺治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咸丰皇帝和童治皇帝五位帝王。 同时有十五位皇后和一百多位妃子陪同皇帝们长面于此,皇帝陵的建设和普通人家的坟墓,那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就拿第一位顺治皇帝来说,他的孝陵南起金兴山,北达昌瑞山,这看起来就是一条绝佳的中轴线。 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的陵墓风水可以说是绝佳,而在顺治皇帝的左边就是康熙皇帝的陵墓。 顺着南北方向望去就是同治皇帝的陵墓,随后,乾隆帝、咸丰帝的陵墓也围绕左右,从俯仕图看上去就一目了然。 其余四位皇帝的陵墓都围绕着顺治,这也预示着子孙永远陪着父亲,这凸显了我国古代文化中长者为尊的儒家思想。 皇后的陵墓以及妃子的陵器,基本上都建在各自皇帝的旁边,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谁是谁的妃子,谁是谁的皇后。 清东陵的格局一目了然,却又错综复杂,不仅占据着良好的天时地利,毕竟是皇帝的陵墓,风水可见一般。 埋藏在此地的161位皇亲国妻,可以说是纵享中华山水之陵器。 那么,既然皇帝陵建设的如此气势辉宏,皇帝的陪葬品又都是全世界罕见的奇珍异宝,加上中国古代盗墓贼猖獗,因此皇帝的陵器势必要派重兵把守。 如今以现代人的观点看来,殡葬业显得有些晦气,要不是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一般人是不会选择殡葬业的。 可是在清朝的时候,守卫皇陵可是一份绝佳的美差,因为能够被皇帝派去所谓皇陵的人,不仅有着最根正苗红的爱心觉罗家的背景。 还因为守灵这个差事,可以捞不少的好处。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2月份,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退位,清朝就此灭亡。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但对其人来说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 就拿当时的满洲八旗贵族来说,他们之前什么也不需要做,清朝政府就会每年定期分发露银、露米,现在这些全都没了,只能坐吃山空。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清朝对其人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别说八旗贵族不能随便结交大臣。 不能乱窜亲戚,不能离京,就是普通其人也不能丢了威风,只能做官或者当兵,别说经商,各种行业都被限制得死死的。 这也就导致,他们要是没有一官半职,就只能嫌一辈子,哪怕穷得一分钱都没了,也不能去做事,这种观念深深地刻进了每个其人的脑子里,包括早期的守灵人。 在清朝灵亡之后,这批守灵人便等于丢了铁饭碗,虽说当时的民国政府答应,即便是清朝覆灭,他们还是会承担清东陵的守灵人支出,一切可以照旧,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在那样的乱世里,很快守灵人就没了固定的收入,但因为曾经的生活方式,他们一开始是不愿意做下等事的。 所以,年纪大的守灵人除了照旧工作,就是到处喝茶遛鸟,年纪轻的也跟着学,可他们很快就发现时代真的变了,没人会像以前一样捧着他们,再不改变就真的要饿死了。 于是,一部分位居高位的守灵人选择了离开,到新的政权中谋求出路,而剩下的守灵人开始尝试在附近开荒,做工维持生计。 看到这,大家可能会好奇,只是首个陵墓。 怎么还有许多官职和人员吗?难道不是像影视中演的几个中途守在附近而已? 这样想的就大错特错了,只说一下皇陵的规模和设计,大家就明白,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王国。 自从清朝一建立,修建皇陵就是需要首要完成的任务,毕竟这是关乎历代皇族安葬之地的大事。 我们经常能看到清朝的一些影视剧中,有一些人犯了大错,受到的惩罚就是守皇陵思过,这就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任务是又苦又累又丢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就拿守灵人的身份来说,因为清朝的统治者认为,只有自家人才会好好守护皇陵,所以肯定是要用八旗子弟去承担这个重任。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坏名声,在注重孝道和君主为天的封建时代,当守灵人其实是一些父贤在家子弟的好选择。 毕竟像上文所说,他们如果没能当上官或者兵,就只能在家混日子,靠着家里给的一点露银生活,虽说不愁吃喝,但也实在没什么盼头。 可只是有件事干,八旗子弟们倒不至于愿意当守灵人。 毕竟,皇陵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尊化,习惯了京城繁华的他们,哪里习惯呢? 可清朝统治者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守灵人极其丰厚的待遇和发展前途。 先说官职,就拿当时的尊化来说,地方的官员是七品的支县,到了直立州之后才升为五品,但在这些守灵人里,七品以上的官员就有四百多名。 而且,随着清朝皇陵不断的扩建,守灵人制度完善之后,不只是官员大臣,甚至王公贝勒也便得走,康熙年间还有皇子都当过守灵人呢。 在这里,不只是自己能谋一份差事。 说不定还能结识更多朋友,这对八旗子弟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 再说其他待遇,当时职位最高的守灵人,一年可得露银一千三百两,露米五百多十,要知道普通百姓几两银子就够一年的花销了。 而且,他们住的也是工房,衣食住行全有人管,甚至家里有红白室了,朝廷还要额外赏银子,这样的待遇实在让人羡慕。 也就是说,在这里不仅有钱有权,还没人管,随着守灵人的增多,各种娱乐休闲项目也越来越多,俨然就是一个自由国度,这些人自然都心甘情愿待在这里了。 这也是为什么清朝覆灭后,这些守灵人还愿意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毕竟这项工作早就成了他们的习惯了。